哈喽大家好我是潘老师 欢迎收看观众观众观众来观战 Mivory的黄一之主 他的黄一之主成名已久 之前在亚服局所打到了16000多分 16000多分什么概念对吧 就是一般的监管者打到赛基末 分数12000到14000左右 15000都很少见 16000什么概念对吧 上来的话遇到的是昆虫学者 打 触手能不能封住 这边因为这个拐弯口 你放一根触手人家走了 这根触手用处就不大 再打吧 我觉得疯好 看一边子漂亮拍到了 继续绕 那有点绕不动了 有点绕不动了 因为这边盐已经不好了 昆虫学者的话这里上楼 可能会被一根触手给压住 下去一边子找角度 哎呀被卡住了 他往前走一点点 这个角度就够看到这根触手了 他用这个视野的话是用钓不到这根触手的 刚好被这个昆虫给挡住了 那整个击倒节奏要慢个10秒到15秒 好像还不止 这块板子一玩20秒 有点亏 有点亏 不过总体来讲的话还行 因为上来抓了一个昆虫学者 抓了一个全场修机最快的嘛 两根触手拍到 可以啊 他的触手用的还是 实际抓的还是很好的 看防守 看防守 这边怎么来防 宝瓶别救 傭兵 有没有想法 可救 这个的话呢 第一波我觉得还是可救的 洞先打了 他是没有传送的 所以这个洞打了呢 以防万一 万一对吧 这边投铁冲洞救下来 一根触手 先做好防守 人往外顶 傭兵这边好像是不想卡半救了 这个时间你挨不过去 就没有想卡半救的意思 一边拍 触手往外拉 这边看到一下外面两台密码机 我蛮佩服 这种就是边走能边看到密码机在抖动的人的 就我停下来看我是看得见的 但是让我走动的时候看 我就觉得非常难看了 很难判断到底有没有在抖动 这边躲躲躲一个护壁跳 触手这边已经交完了打一刀 那往前封一根触手他点的应该是张狂 那个狂暴 一根触手封住位置 好这边 骗一下 等过来 一面子拍 好 双倒了 好稳啊 这个黄一之主 真的好稳 打虫子 对吧 我等你薄命结束 我又不着急 触手压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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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翻过来你就倒 不翻过来慢慢等 慢慢好 大不了我再一根触手封住这个口子 这两根触手可以了过去了 一边子拍的 这个黄一之主真的打的一个磁心肉就滴水不漏 滴水不漏真的滴水不漏 打的也太稳了 就你从他的那个从上进行来看他的黄一之主就感觉 哇真的没什么可挑剔的 触手拍一下找人吧 他不带耳鸣的 一拍好找到人能摸起来吗摸起来摸起来 用兵是没护臂的 这边一台遗产机 拉走吧赶紧走的 尽可能拉远一点啊 这边下一个眼 先把人挂上 然后再往前锋这个方向靠过来就可以 外面三台机这就不够 前锋的话还需要跟这个祭司要一个大洞什么的 来打一波配合联洞 我们来看一下天赋啊 这边的天赋三点拒前两点狂暴 放弃了这一只 拉球撞就 拉球撞就但有点远 黄一主这边有没有反应 蓄力刀 帅 哇当时大家看视频的条后期再看一下 前锋拉球过来然后看到一张血盆大口张开 然后一口咬下来的感觉 出手 这有出手 拆出手 那我再补一个 我再补一个 鞭子拍 好的 赢了 真的打得太好了 没什么可挑剔的 真没什么可挑剔的 该打的点全部都打到了 三点拒前 挂回来 压住这边密码机 我还有底牌呢 这个黄一只能就是第一波牵制的好 才有机会能赢 才有机会能赢 因为他的一个纪律性 包括他的一个操作 基本上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 他每一波都很稳很稳的 只要他占据优势 只要他占据优势 全部都是跟你最稳的来 他完全不贪 那你就没有任何的机会 跟我们国服的一些顶级黄一比的话 那秀 可能没有这些黄一打的那么秀 但是你明显可以感觉到就是两个字 扎实 慢慢来好 就不急不躁吧 一点点打 一点点打 这种黄一是不能有优势的 以后有优势他就无限滚死你 很慢慢悠悠 慢慢悠悠的 对吧 温水组青蛙一样的 将穷者一个一个的耗到 好 一根触手封住了 这边只能打洞出去 要返船吗 没有返船 没有返船的话 这边有眼 再封一根触手 然后绕一圈过来 前面的话 这边还是能走 一根触手 哎呀 已经上了黑圈了 一根触手封住了 好的 那应该是结束了 也是感谢大家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